什么叫做受欢迎的节目 是棒球 是戏剧 还是偶像剧 在台湾 其实大家只看收视率 因为榜上有名 自然就有广告收益 不过这种趋势开始改变了 低头竹 他们都在看什么 大部分的人都是在看影音的内容 我们现在有线电视 无线电视 都不会是以后主要的管道 频宽变大了以后 网路上面看电影 不是有线电视 网路上面看电影是轻而易举的事 就像国外广告 第二荧幕的吸引力 真的是不分年龄 不分场合 会有这所谓的跨平台的概念 我今天如何把一个 content 能够在不同的载具上去呈现 相信之下 在内容上面 我们会更在乎 就是这一群移动的族群 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内容 其实这种趋势是从2009年 微电影崛起之后才开始明显变化 图片 文字到声音 未来的影音这一块 其实是整个新媒体的产业链 我认为就是接下来 就是影音的歌喉战 或者是我们讲的春秋战国时代 不只欧美与台湾有影音当道的趋势 中国市场也一军突起 像去年的太炯就创造奇迹 成为第一部票房超过 10亿元人民币的华语电影 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电影市场 连带也让电视市场炙手可热 当然他们最主力还是在 这个争夺他们自己国内的 这个戏剧跟综艺节目 大家也可以看到之前炒得很热的 包括我是歌手 以很高的价格去买这个节目 所以对于海外的节目来讲 都是比较具有指标性意义的节目 像是美剧啊 或者是像台湾的偶像剧 在大陆的视频网点击 现在已经4亿网友进去看 这个戏剧的这个次数 能够创下4.5亿 甚至到结束时预估的7亿个点击率 口碑行销是主要关键 我们整个在宣传的操作上面 从一开始的手印啊 或是我们的花絮啊等等 我们大概都会积极地去提供 给各视频网播出 那跟微博的合作 也相信是带动就是 网民对这部戏的关注度 那另外一个当然也是靠口碑 就是当网友讨论这个戏很热烈 然后视频网的流量很高的时候 这个视频网也自然就会把它 放在更醒目的位置 为何这种貌似传统的手法能成功 观察网络行为多年的张一文分析 现在有人很容易去分享 自己的情感 OK 即使你吃到什么好吃的 你就说哇好棒 你吃看到什么好看的 你就觉得你就愿意分享 他甚至不喜欢你 愿意去做批判 既然愿意分享以及善用网络 是不靠电视也能成功的关键 那台湾能不能一样画葫芦呢 带过Google 带过宏基的政务委员张善正分析 经营者的心态 是目前最难突破的关卡 现在他们觉得不入流 但是去香港看说 那如果他一旦符合你的理想 入流以后 你要怎么运用它 网络可能是个空泛的名词 但是透过他 电视 电影 社交 公务 统统都能结合在一起 谁能抢先一步 谁的商机就最大